私人院社質素關注組 羅青鳳女士 羅女士 大家好 我今年69歲 爺爺爺爺都在香港 我們家裡有很多親戚 已經經歷過年年月月的安老問題 如果以香港老人的人數來比例 政府的安老院比例真的一都沒有 經歷了這麼多年 剛才各位哥哥姐姐說的問題 根本連年月月都在 他們的提議都很好 但是做不做到呢 就不做到 真的我覺得 按老人院社這個問題 真的是零的 搞什麼這麼多年代 都是那些問題 劍橋那些 只是每一天他的生活 的一種情形是這樣的 還有其他 我都說完之後 我都還有一個題外話 例如像我 如果長者是精神的 沒有人喜歡住院舍 為什麼呢 實在的情形是這樣的 而是為什麼要放他們去呢 是自己在家裡 直接照顧不了 但是這些私營 問題永遠永遠都是這樣存在 我們現在建議每一個屋邨 都希望有一間 政府的安老院 都只是幫助少許 何況我覺得香港 和老人的比例 真的 好像 真的沒有做過事情 是很擔心很擔心 沒有辦法 那些問題殺到你 我還有一個題外話 我希望政府和我這個老人家 當他需要入住私人院舍的時候 我希望他可以幫我 真的安樂去 我連打針給自己都不懂 都要求人的時候 這個也是提我 我希望真的 政府兩條腿走路 不要再討論 唉 院舍又怎樣 要求不到 好 謝謝羅女士